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网络教育学线上的直播课程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在这里先祝大家佳解愉快 同时也缅怀一代的大诗人屈原 头蜜罗江 他的整个人生的过程很坎坷 但是心却是可对日月 说到这个校 今天这一张是小金的圆满 校金我们总共上了二十次 《伤亲章》是校金里面很重要的一张 在礼记里面 有关祭祀的 像祭法 祭仪 祭统 像伤事的部分 有关奔伤 问伤 伤福 还有尖传等等 包括唐宫篇 讲到伤 讲到祭 极麻烦的 极难懂的 除了古代的做法 不容易懂以外 如何把精神延续到这个时代 是很重要的 其中在记忆里面 祭祀的记 记忆 意理的意 在记忆里面 曾子他有一段话 讲得非常好 他说 这个奉养父母亲 除了口体之养以外 还有一个人生品德的经营 人际关系的经营 乃至于教化 这些都是荣耀父母亲 在奉养父母亲的过程中 他还包括平常的爱静之养 包括终身之养 包括三藏祭司的供养 整个孝道里面 他是整个中国文化里面 最重要的部分 曾子怎么说呢 他说人心要在这里认定 礼要在这里施行 义要符合这个才叫做义礼 性要在这里讲信用 从这里出发 再来所谓的坚强 要从这里实践做起 再来快乐 要顺着这个往外发展 才叫做快乐 再来刑法 要从这里开始置顶刑法 所以这简直就是 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 那三藏祭司 是跟前面对父母亲的奉样 包括中军 为国家 包括品德 圆满的合起来 是一个孝道的修学法 前面的孝经的总科判 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在读他几遍以后 我又把它修成成这样 总说第一章是 孝道的修学法跟他的毅力 接着分别来解释 孝道的修学法跟毅力 孝道它是一个君子的外王之道的发展 推广有他的功效 而且劝劝父母亲是一个孝道的一部分 以孝来祭祀的时候能感通鬼神 大孝在中 最后第十八章 讲到商计是尽孝的 外王之道的部分 是包括说 三才在孝 因为天子尽孝 国君尽孝 清达府尽孝 读书人尽孝 一般人尽孝 君臣合力 半政治半教育 以孝道做本职的时候 人才可以变成天地的核心 以天地合称为三才 才能创造天地最和谐的气象 才能让有情万物 在天地间自然的发展 特别来赞叹的是孝治天下 孝治天下通说 君王圣人孝治天下 特别举出周公 是圣人以孝治天下 周公是一个典范 而在这种圣事当中 就有很多孝子的行为 可以记录 是孝行可计 以上正面来说 是孝道的发展 反面来说 不孝的也要受到惩罚 这是所谓的外王之道 君子的外王之道 接着是推广之功 孝道的推广 在第十二章说 能够取悦于天下人民 和谐天下 而且能够成就圣王的功德 并且能够借着孝 发展品德 使这个君子能够养民 整体的科判就是像这样 最后 劝见父母亲 也是孝的一部分 孝道祭祀 最能感应通达鬼神 大孝在中 最后结束 三藏祭祀 圆满孝道 你看孝经简直就是一个孝的架构 这一部经在说孝 说者是谁 能说是孔子 所说的是孝经 听者是真子 传承 真子把这个孝道的毅力 往外弘扬 往下传承 就有我们两千多年以后 我们来接受这么宝贵的思想 来开创一生的命运 实在是想到这里 就应该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经文 《伤青章》第十八章 子曰 孝子之伤青也 哭不疑 理无容 言不闻 伏美不安 文悦不乐 食指不甘 此爱其之情也 三日而时 交明无疑时 伤身 悔不灭信 此圣人之正也 伤不过三年 四年有忠也 为之 观国依情而举之 曾其福贵而哀其之 必有哭泣 哀以送之 不其宅照而安错之 为之中庙 以鬼响之 春秋祭世 以时时之 身世爱尽 死世爱情 生命之本性 死生之义 悲 孝子之世情 忠义 那这一章的架构 上次也说过了 他总说伤情 分别来显示 伤脏祭世 伤脏祭世 又分为伤 又分为祭 那总说呢 伤的时候呢 孝子是哀戚的 父母过世 孝子是哀戚的 分别来解释呢 三日之后必得死 不可以因此而 把身体弄坏 那不但三日而死 还要三年之上 三年之上 就是首伤三年 首伤三年呢 这三年当中 包括父母亲入列 包括这个 要送到墓地之前的祭拜 包括送葬 包括选好的墓地 给父母亲下葬 这以上是属于 伤的部分 那属于祭的部分呢 建立一个宗庙 来祭拜父母亲 春天秋天 来祭拜父母亲 那最后结战呢 能够生父母亲生的时候 这样的爱敬父母亲 父母亲过世的时候 在三藏祭司 能这样用心呢 笑到可以说是完备了 以上就是整个科判 你如果把经文拿来 写个科判 你发觉到架构都非常的清楚 其实学经学有个好处 一方面练那个圣人的见地 一方面练那个文学 而且他的文笔 这个古人的文笔非常好 言语很有次序 雪如然说 言语先具次序 那办事要求练党 那我们这个总说来说 就是直约孝子之伤亲也 这孝子过世了父母亲 那在伤当中 他怎么样的哀期呢 他的哭不已 就是放生大哭 没有委屈婉转 那你呢 也不会讲究这个容貌 就是不会去招呼客人 不会去讲究应对进退 那穿的美好的衣服不安的 所以穿 言不吻 言语也不会修饰 把人家问他打这样子就好了 因为哀期之故 那穿好的衣服也不安 所以穿丧服 那听到好的音乐也不会快乐 因为心不在那里 当知道好吃的 比如说身体不好 要吃好吃的 那也吃不下去 也觉得没有什么美味 这就是孝子的哀期之情 这不是交柔作作 这也不是说 你必须要这样做 不是的 而是孝子的自然的流露 那现代人要叫他这样 他也做不来 专模作样也装不会 古人就是真情流露 那坦白讲 要用到古人的质地 你看那个古装片 古人有很多的质地 现在人没有的 那那个质地 你用到他 你这个企业家 你用到他 你一辈子心安 你国家用到这样的人 你国家长治久安 这种人才在古代有的 在读圣贤书的时候 会出这样的人 那现在这种教育里面 他是不会有这种使命感 也不会有这种 忠心的这种情操 也不会有什么 伟大的理想跟抱负 在这个现实的教育里面 大概都是一个小缺心 生活只求自己的安乐 包括这个国立大学 要毕业的时候 请来的教授来讲 劝敏的话 都是讲 你们将来要如何 要打拼你们自己 要创造你们的快乐 这里面没有谈 你用了国家的多少资源 你想尽了多少的福报 但是你却拿来追求 一个人的幸福快乐 现在的教育 是蛮可惜的 三日而死 就是指说 一定要吃 否则会伤了性命 这个是教老百姓 一般人不要因为 父母亲之死 伤害了生命 毁就是身体消瘦 可是不能伤害性命 这是圣人的人证 圣人的人证 就是懂得 以理来节制人情 以理来节制人情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首伤三年 不过三年 这是教导老百姓 伤其是有中的 有一定的期限 不能一辈子在哀伤当中 那这个在父母亲 要等于大恋 要出病的时候 大恋等于是整个棺木 要遇到坟墓的时候 先为之 为父母亲 这个有官 官是内官 锅是外锅 还有这个衣服 能够把这个尸体 能够穿得整整齐齐 情就是裹起来 那举之呢 就是把这个遗体入官 遗体入官的时候 就叫做旧 灵旧的旧 旧就是遗体入官的时候 就叫做旧 并且呈列腐贵 腐贵就是祭气 出病的时候 等于是来祭拜 那祭气 摆出来贡品 而哀妻之 哀妻之 为什么会哀妻呢 就是因为 祭拜的时候 看不到亲人来享用的哀妻 那个是从内心里面 出发的一种真情流露 坦白讲 一个人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真情流露 一个人不可以 没血没泪 你跟那个没血没泪的交往 很恐怖的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去教育 把一些人 培养成那个没血没泪的 就跟他这种交朋友 是很恐怖的 你跟这种结婚 你是倒霉的 很恐怖的 曾经听过一个人说 你这个一定是 一定是一种 有血有泪的人 你才像一个人 像诗经三百篇里面说 一也必知 也诗无许 就是诗人的真情流露 人最可贵的就是那个真情 那个没血没泪的 那是非常恐怖的 你都不晓得 这种是有多么的心狠手浪 多么多刻薄寡恩 陈列这个浮贵 而哀其直 而且送走了这个棺木的时候 是一种碧涌哭泣 碧就是男生哭着跳着 叫做碧 女生哭着跳着叫做涌 或者是碧是垂胸 勇是顿足 那阿姨宋之很悲哀的 来送父母亲 那这个坦白讲 这个不是专模作样 记得游子 他以前认为 这个碧涌 他想要费的这个碧涌之理 后来有一次游子出游的时候 是在礼记上面的 他发觉到有个小孩子 跟他妈要东西都是 他妈不给 他就一直哭一直跳 一直哭一直跳 哦 原来碧涌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不能费的 但一般 我看过那个碧涌 我看过碧涌是什么 有一个孩子 他从研究所毕业 跟人家出去玩的时候 还背着书出去玩 结果缩戏的时候 死在膝里面 真的告别式的时候 就看他妈又哭 又叫又叫那个碧涌 那个导师看到父母 儿子过世的时候 父母有那个碧涌的状态 真的那就是一个真情流露的 这我也看过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古里 好像讲的都是那种 脚柔作作脚情不 你情到真处 那是自情流露 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 那再来呢 就是选择墓地的时候 要怎么选择呢 要先补卦 选择好的墓地 那个宰跟宰就是造的意思 宰是墓穴 好 造是坟地 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但也有一种讲法是说 补宰造 补宰造就是说 那个造就是要好的预造 你才能够选这个墓地 好 那这个观念 等一下慢慢的可以说 而安挫子 安置这个旧 之就是指灵旧的旧 我说过嘛 那个遗体放在棺材里面 这个要叫做旧 所以安置那个旧 并且呢 这个 在祭祀的时候 威之宗庙 就是行建宗庙 为父母亲 迎建宗庙 而且以鬼 把这个以鬼礼来祭拜父母亲 享用这个贡品 而这个时机是什么呢 时机是春秋祭祀 有春祭有秋祭 那以时时之 还包括说父母亲的祭日 过世的那个日子 来思念父母亲 好 那如果说啊 这个 懂得 上世敬哀 祭世敬成 那 跟着生前 有这个爱静之心 死的时候能哀期 那这个 这个生命啊 就是指一般的百姓啊 他的本分啊 就敬意 死生之意 就完备了 养生送死的意 就完备了 死生啊 其实还有别的意思 待会慢慢说 那等于孝子的世亲 是圆满的 从父母亲 这个活着的时候 到父母亲的过世 等等 这个孝子世亲 是很完备的 好 以上啊是 这一章的 简单的小文 上上星期也说过了 那现在特别是 讲到这个 三年之 这个三年之商的事情 三年之商里面 它里面第一个就包括说 父母亲过世的时候啊 要这个入恋 要有关木 有关有过 那有关有过啊 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那个 那个 官跟郭 这个 李记的谈公篇啊 指示曾经说啊 等于是 父母亲过世啊 大概三天 三天就要入恋 那为什么 要等三天呢 因为怕还养 怕还养 所以三天入恋 那三天入恋啊 就这个 准备要下葬 那个准备下葬 那个葬啊 下葬的葬啊 其实就是长也 长就是不要让人家看到 为什么不要让人家看到呢 就是因为 遗体会慢慢的腐烂 所以不要呈现 这么样的样子 给别人看 等于是对父母亲的遗体啊 是尊重的 那这个官跟果 那这个官呢 就是能够把尸体覆盖的 比如说一个官就是能够装尸体 果呢 就是能够把官材覆盖的 就是包起来的 那整个官跟果 就是不要长遗体 藏遗体 藏者藏业就是藏遗体 用官用跟果来藏 藏就是藏这个遗体 但是礼记的谈公篇里面说 有官有果是没有错 可是不能经营那个大墓园 古代他也是讲究 讲究的是这个简朴 只是后来慢慢的 这个演变 奢侈浪费 其实古代是很简朴的 那我们一般 到底什么时候 才开始有官跟果 以前在《易经戏词传》里面说 人死的时候是不用官果的 在早期的时候 那为什么会有官跟果呢 这就是礼都是慢慢演变 以前古代 比如说父母亲过世 就把它放到野外 可是孝子出去的时候 看到那个遗体在腐烂的时候 那个心里面很不忍了 所以就把它埋起来 就有那个埋 不然不忍来看 慢慢的就进化到什么呢 进化到顺 顺就是棺材的发明者 就是顺 顺当时是用瓦关 瓦座的关 瓦也可以说是陶座的关 顺开始做关 到夏朝的时候 慢慢的演变 到夏朝的时候 就会有烧土来做砖 围在棺材的周边 在阴朝的时候 就有果 果就是外观 你看是不是一直慢慢的演变 慢慢的演变 到周朝的时候 就有坟墓外面做一个屏障 所以那种是慢慢的演变而来 所以我们随便看一个民俗 都是经过若干朝代的演变 像端午节吃种植 中秋节吃月饼 我们有很多的民俗 他其实都是经过若干时的演变 里面有很多的道理在里面 只是现在人都不知道 那我们这个幼稚园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节目 就是要让孩子们 懂得过民俗的节日 文会对不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才能够了解他们 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 那这个官跟果 那这个官跟果呢 孔子那个时候在中都 孔子还没有做鲁国大司寇的时候 他曾经在中都做过宪令 他那个官就是四寸 果就是五寸 那他也是等于是保护尸体 不想让尸体去腐烂的 可是不对呢 在礼记的谈工篇里面 曾经这个游子请问曾子说 你有没有听过老师讲伤这个内涵的 曾子说有 老师说死的时候就赶快腐烂 就伤 这个故事我也说过 那这个游子就说 不是 这一定不是老师说 曾子说是的 我亲自听老师说 人死了赶快腐烂 其实你包起来用官有果 第一个是藏起来 第二个是避免太快腐烂 可是孔子竟然讲说 死赶快腐烂的好 那游子说不是 一定是有 孔子在讲这话 一定有他的含义 曾子说我当场听到的 你不信问子游 子游跟我现场听课 后来去找到子游就说 游子厉害 真的 那是孔子的有违之言 那是因为孔子看到 司马环腿为了做那个石官 做了三年 你看一个人谋自己的福报 自私成这个样子 说像司马环腿这样的人 死了还不如赶快腐烂的好 孔子到宋国的时候 大概是58岁 孔子到56岁开始 周游列国到了魏国 结果发觉到自去不和 就出去以后被宽围困 好不容易围困完又回到魏国 可是又男子乱政 又只好出去 到了宋国就发生了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宋国里面 也是被司马环腿追杀 从哪里开始说起呢 就是司马环腿做那个官国 从这里开始说起吧 从这里开始说起吧 请问两者 这是谁的使国如此巨大而精美 还论是谁的 司马环腿大夫的 用了三年功夫呢 了 即使取制了如此巨大的石钢 这样的人死后还是快些烂表的很多 荡尽天下 礼崩乐坏 百姓们深受其害 不得安宁 都是因为这种 没有一点人德之心的 卑鄙小人所为 坦白讲 孔子大概不会讲 这么样的激烈的话 孔子是很温和的 只是在讲 是义渠素修 是针对司马环腿 那个只有听得懂才听得懂 孔子不会当面子出来 弟子们 当然子游一听 就知道有所知 真子为什么叫卢顿 真子就是当真听 所以死了赶快腐乱 子游就知道他一定有所知 所以说听课要带一点悟性 当然真子后面 也是经过了 他种种的好学 真子后来是通达 孔子的义渠冠之道 那我们刚才说 有官有果 可是古代的理智里面 不一定 孔子虽然制定了 官跟果 来保护尸体 可是孔子的儿子死的时候 也只有官没有果 好奇怪哦 孔子制定官跟果 可是他的儿子过世的时候 只有官没有果 为什么呢 因为理智的谈公篇里面 他说 第一个呢 你制官果的时候 你不能僭越 不能僭越就是说 你是什么等级的人呢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等级下 你不能超越 这叫做不能僭越 第二个呢 你就算在你这个等级 你也要看看你的经济实力 你不能做得很奢华 那是不对的 要良良看你家庭的经济状况 孔子回到了鲁国的时候 你看孔子的很 坦白讲 孔子的日子应该算不错的 包括他是鲁国的大福 所以回到鲁国的时候 还有公粮 公家的粮食 出门还有马车 可是竟然他的儿子 过世的时候是有关无果 有关有果 平民都可以 按照理讲 孔子可以有关有果 按照理讲 一般父亲死了儿子 父亲大概死了 祖父大概不会伤死 还不会那么隆重 死了儿子大概会 但是 我说现在 古代 你看他的儿子是有关无果 为什么 穷 孔子死的时候 只有茅屋三间 坦白讲 凭孔子 楼房十栋都有可能 但是只有茅屋三间 代表说 他的钱都拿来 投资人才 做教育用途 你看他的儿子过世的时候 只有这种等级 所以古代 不管是官 不管是国 不管是入恋的衣服 他都有等级的 天子 诸侯 清达夫 都有等级的 后来后面的帝王 可能就是 一直不断地 经营他的林墓 可是你经营你的林墓 过度的铺张 过度的奢华 坦白讲 最后都会发生盗墓事件 所以你看 后面就很多的盗墓 所以你帝王 或者是这些后妃 太后 你一生的遵从 最后死的时候 把你穿金待遇的 把你墓地里面 弄得金碧辉煌 最后还不是被盗墓 慈禧太后 就是被孙殿阴当墓 敲开了墓门 敲开了棺材 慈禧太后的棺材被敲开了 然后只见慈禧太后 穿金待遇 大概旁边 那个棺材的旁边 满满的金银财宝 孙殿阴君长 绝了慈禧太后的坟墓 大概有五千万两白银 慈禧太后的尸体也被丢出去 慈禧太后里面的夜明珠 也被他们军人 用刀子把嘴巴划开 把珠子拿出来 一箱一箱的珠宝往外搬 所以想想看 这些龙华富贵又有什么用呢 除了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金银坟墓 墓园下场也是这样 我们说官跟果 还有衣服棉被 那个是第一个不能僭越 第二个要衡量家庭的经济 然后要出殡的时候 等于是有共评的祭拜 有福贵 那这个福贵 这个福贵 就是他的形式跟用途 我们在论语里面 第一部分有讲到子贡 子贡在 他曾经问孔子说 老师你看我是什么 孔子说你是胡连 胡连就是福贵 下朝叫做胡 商朝叫做连 其实胡连就是福贵 福贵 周朝叫做福贵 下朝是福 商朝是连 周朝是福贵 福贵的福呢 就是内缘外缘 贵呢 是内方外缘 那家里面呢 可能经济不好的呢 用竹子做的就可以 经济好的呢 可能就可以用铜的 而且理气可以比较多一点的 但是你也必须要看 你是什么等级 坦白讲 伤势的时候要看死者的等级 祭祀的时候要看生者的等级 这是不能僭越的 那当然在颂葬的时候啊 会有那个弊勇的动作 那个弊勇 就是一种 这种我刚才讲过 说游子看过人家的弊勇 他知道这个力是不可以费的 那可是弊勇也不能哭得太伤心 举例来说 在那个弹弓篇里面 曾经孔子有看到 有一个孝子 也是为母亲哭得 实在太伤心的时候 孔子怎么说呢 孔子说 这种哀伤啊 别人是不行的 就是意思说 这个不可以的 孔子怎么说 孔子说 理事可以往下传的 是可以延续的 所以他必须要去解制的 要让人不要把性命毁伤了 哀企子情是有的 真情流露是可以的 但是不可以过分 那当然我会说 这个弊勇啊 这个古代的国君 如果出游的时候 看到孝子们 等于商家的时候 国君会派使者过去调宴 这是一种理解 那上次我们也说过说 孔子对于福丧福的人 会恭敬 会哀气 表达一个同情 为什么 因为人家在办丧事 能够尽孝 这种人是值得尊敬的 那那个 在李记的谈公篇里面 曾经说到说 孔子他妈过世的时候 他不晓得要怎么样 找到他爸爸的坟墓 父母合葬 父母合葬是周公开始的 周公以前 父母不一定合葬 例如顺 那个 寻寿天下 死在湖南的苍武的时候呢 而黄女婴 后来没有跟孙葬在一块 可见 在周公以前 父母没有合葬 到周公的时候 父母之后 才父母合葬 那孔子是属于周公之后 他想把他妈跟他爸合葬 可是他不晓得 他爸的目的在哪里 孔子就很聪明 孔子就把他的妈妈的棺材 就拿在路中间 他没有去下葬 然后让来往的人知道 他是有伤势 然后他要让来往的人 告诉来往的人说 有谁知道我爸爸 树梁河的坟墓的墓地在哪里 如果知道 那就告诉我 我要让我爸爸 跟我妈妈合葬在一块 那里面呢 就有一个 这个鲁国的国君 鲁昭公 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 就叫 子家居大夫 过去调宴 那过去调宴的时候 就有那种 毕勇之礼 表达一个对孝子的同情 子家大夫奉命代君上前来调宴 这叫子服 这叫毕 这叫做勇 一个叫垂胸 一个叫顿竹 来表达对孝子的同情 孝子要回礼 所以古代的风气是很厚的 你如果懂得那些 那些书本上的道理 你看古装剧就看懂了 否则你不晓得演什么 你也觉得没味道 但是你如果懂得古书的道理 你看这些古装剧都很有味道 你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风气 在这种风气之下 社会不要警察 不要这些公安人员 整个社会是一片的相和 整个社会里面是互相帮助的 是风气很好的 是秩序井然的 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虽然科技很发达 可是我们的科技 带来生活的便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维持生活的秩序呢 是不是也应该 维持人性的善良呢 还是科技的发展以后 破坏了一切 那这个科技的发展 到底带来人类的是幸福的 还是不幸的呢 好 那我们接着说 等于是避勇哭泣 等于是垂胸顿住 然后把父母亲的遗体 救 就是棺木 遗体送到墓地 那送到墓地 要事先要先补挂 补挂说这个墓地好不好 当然我们刚才还讲 前面还讲到说 我们古代的人 他们是很同情商家的 不像现在 你商事做商事 我热闹归热闹 其实古代以前的商事 不单是国君要去吊咽 还包括什么呢 还包括说 孔子说 就是我参加商礼 或者是我来帮你忙的人 我在商家吃饭 我不吃饱 表达我有那个同情之心 不是在那快乐的喝酒吃肉 虽然商家都提供 可是你表达一个同情之心 所以你没有我吃饱 或者是 只于四日哭则不歌 这一天参加商礼来哭 今天不唱歌 都是一种同情心 同礼之心 想想看 社会上有同情心 有同礼之心 有替别人着想 这个社会的风气 你觉得怎么样 凡之刻不管 管他死活 没学没累 然后成绩很好的毕业 那你要这种 你说这种学生一大堆 要做什么 接着我们说 父母的坟墓的墓地 要事先补 补卦 这个补卦的道理是什么 第一种的讲法是说 当然是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等于是尊重父母亲的遗体 所以要好的地方 像李公林 马和之的那些画法 都是好的地方 所以第一种的讲法就是好的地方 第二种的讲法是 如果按照孔安国的意思 它不见得是这个意思 它说这个补卦的时候 是因为怕你这个坟墓下面 有这个泉水 是怕有这个问题 还有呢 这个 未来它可能是 什么市场 是什么人口的集散 所以要先补卦 如果未来会有这种变化的时候 那宁可这个地不要 那还有呢 有的人 比如说 好 做父母死了 孝子去补 这个地可不可以 但是有的父母 他怎么样 他要过世前 他先说 他不要你补 他先说 例如在礼记的弹工里面 所以你把那个礼记 有关讲到商葬 祭祀 很多篇 那个真的篇幅一大堆 你慢慢读慢慢读 你真的会读出一个大概 做很细腻的做法 我相信 现代人都不会了 因为古代的做法 已经没有传到现在 但你要把握古代的精神 那有人做 要死之前 干脆先交代后事 这个是可以的 免得增加子孙的麻烦 曾经有个陈子高 他要死之前 他就跟他儿子这么说 他说 我生前无异国家 这个蛮好的 我们很多人 其实很多人都是生前无异国家 都是追求自己享受而已 那他说 生前是无异国家 死后我也不想害这个国家 也不想害 所以你帮我找一块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用龙作物的 就是说这个不能当龙地的 那个就可以当墓地了 就这么简单 意思是说这个土地是要不要的 那就当我的墓地 所以这个补也不一定是 补那什么龙穴也不一定 像范仲淹 你看范仲淹那个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血 藏进去的时候 范家后代会罚 但是他把他做血工 所以这个补 还不一定说是要补的什么 名山圣水 他可能补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下面没有泉水 或者是将来他不会变成 市场的集散地 那我们说 父母过世了以后 送葬 到墓地 最后来迎建宗庙 那迎建宗庙 迎建宗庙 可见孝子是什么身份 士一庙 大夫三庙 诸侯五庙 天子七庙 可见这个孝子 至少是四以上的 那再来 什么时候设宗庙 什么时候设宗庙 宗庙 这个宗 宗其实就是尊 尊的意思 庙就是范 所以宗庙 来祭祀的时候 就是见到 祖先的尊 宗就是尊 尊就是祖先 就是尊 范就是外范 意思就是说 祭祀的时候 要当成祖先在上面的 被接受祭拜 宗者尊也 庙者范也 范就是祖先的外范 父母亲 祖父母这个外范 所以进到庙的时候 就是祭儒哉的一事 可是什么时候安利宗庙 什么时候 礼祭里面 他说 在这个 谭公篇 讲到竹窟之后 竹窟 竹窟 就是讲一百天 那个竹就是 阿兵哥那个竹 竹窟之后 竹窟就一百天 百日之后 就可以设宗庙 百日之后 就从商变成祭 那可是问题是 那如果是一般老百姓 他没有宗庙 他怎么祭祀祖先 他怎么祭祀他爸妈 那这里面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的做法 比如说 放到祠堂 春秋几拜 以食施之 第二种 也没祠堂放 怎么办呢 在家里面来立个牌位 那当成 祭拜父母亲 过往的亲人的标志 那我们会说 祭祀的时候 不是有春秋吗 那十节为什么是春秋 它的意思是怎么样 春秋啊 当然是春 天气蛮温和 很温和 还没进入到夏天的炎热 秋呢 也是秋高气爽 还没进入到寒冷 所以春秋啊 是一年十节最好的 这是第一种讲法 那第二种的讲法是什么呢 春天啊 是雨露最好的 就下雨啊 然后这个 气候最好 那 这个时候是 当成了大地回春 所以快乐的心情啊 赢这个祖先 所以就春 那秋呢 秋是双降 双降啊 是很悲凉的 所以是以悲凄的心情啊 送祖先 所以在春的时候 可以昼月 在秋的时候不行 那春秋啊 祭祀啊 古人还强调的是感应之道 感应之道 怎么感应呢 感应之道啊 李记的记忆里面 他讲的蛮好的 他说啊 祭祀的时候 李树不要太烦 太烦啊 会让人失去攻击心 但是李树也不能太减 减到让人忽略 最后不做 所以你看很多的 那个 祭祀祖先的事情 一直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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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略到最后 大家都不参加了 减略到没有了 共评一百人就可以走了 共评一百就可以聊天了 到最后呢 就下次就说 你带我去 你代表我去就好 下次就说 我们礼物到 东西到了 我们就不用去了 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没有 越来越没有 所以我们台湾呢 有一些祭拜也是一样 刚开始还很多人 后来越来越没有 就礼树过减过减过减 减到最后 就是东西去 人不去了 这样也不行 所以礼树维持的 不要太繁琐 但是也不要太减略 这有多么的好 而且呢 在祭祀之前呢 我们还讲到说 什么散灾七天 治灾三天 等于灾戒日有十天 最后三天 才是严格的灾戒 那这十天里面 想的过往的亲人 他们的生活的作息 他们过去的这些 这个言谈举止 他们的心智 还有他们所发生的事情 内心里面 想的越多越好 到那天祭祀的时候 就好像如对目前一样 真的 你看 有很多导演 他在演戏的时候 他已经融入主角的脸 比如说 我要演你这个角色 我就每天就想你 你发生什么事 你的心智怎么样 你的外形怎么样 你讲话怎么样 我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到最后我要去 戏台上去演你的时候呢 我几乎就是你的发生 祭祀道理是这样 尽量想尽量想尽量想 到上场去祭祀的时候 真的是如对目前 感应之道就从这里来 那我们说现在 古礼已经没有办法完全造作 那现在该怎么来把 三藏祭祀这一套 能够用到这个时代呢 精神保留 做法 没办法完全保留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一般的做法是什么 比如说父母亲过世的时候 那些小恋 小恋就是 比如说经过若干死以后 比如说二十四小时以后 先沐浴更衣 之后停灵大炼 那再来告别式的时候 有家祭有功祭 最后出病 出病 发隐起灵 就是要去火化 还是去坟墓里面 那去火化之后 或者是入了坟墓以后 再引灵 尸体火化掉 或者是说尸体去埋葬 那个灵请回家安坐 跟古代宗庙的道理一样 古代是说 遗体入土 可是灵请回宗庙 可见古人也没有说死了没有 也没有说死了什么都没有 没有这个意思 而且以鬼来想之 可见还有下一代 还有下一辈子 还有就是迎灵安坐以后 入了这个牌位 入了这个牌位 可以进祠堂 或者是在家里面供奉 最后按时来祭祀 现在的做法还可以是这样 而且这个做法里面 特别在告别式的时候 要有这个赞礼之人 赞礼之人就是主持仪式的人 你知道吗 以前在谈公篇的时候 他那个 这个 有人办了伤事 结果他没有赞礼之人 古代那个赞礼之人 包括说过世小恋 来自于要出病 都有这个赞礼之人 赞礼之人就是施仪 古代都有 他说有人没有 结果怎么样呢 让人感觉到太简略了 你知道游子过世的时候 鲁道公来祭拜 游子是很可惜 游子很早就过世 鲁道公来祭拜的时候 子游做施仪 子游那是礼商非常通达 在丧礼的时候 曾经 曾子跟子下去 参加丧礼的时候 他认为 子游好像不对 不太如法 事先都认为 子游不如法 可是事后检讨起来 哎呀 子游对 你看在 礼祭堂公篇都有 包括说该穿什么服装 该怎么表现的时候 曾子本来进门的时候 你看看子游怎么可以这样子 跟他学生讲 你看子游怎么可以这样子 可是事后想 啊他对 你就可以想自 子游厉害 所以孔门的学生 真的都厉害 都是高人 就是什么场合 该做什么清清楚楚 那我们 亲民善恶图 最近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又展各家的亲民善恶图 可是有一家的亲民善恶图 美展 就是北宋的张哲端 北宋张哲端 是最早的亲民善恶图 它有一幕 就是那个 轿子旁边插的那些柳子 就代表说是什么呢 代表说是 郊外扫墓回来 你看那个轿子就是 郊外扫墓回来的样子 然后那个马座的一个大官 贵人 表示这个家族很盛大 亲民善恶图 就是亲民的时候记住 郊外扫墓 古人小姐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所以在亲民节的时候 很高兴 春天 春季 很高兴 正好今天可以出去玩 出去玩的时候 可以在野外 这个 点心 大家聚会 还可以在乡村 去买一些点心回家 特别买那个吹饼回家 吴大郎买的 卖的那个吹饼 可以买回家 所以今天这亲民节 老少贤 与特别女生 最高兴 都可以出去玩 借着扫墓出去玩 以上是这一章的 这个整体的意思 它里面包括商账 包括祭祀 孝子的意思 在这里完备了 那这一章的这个纸趣 到底是什么 这一章的纸趣 礼记的谈公篇 孔子曾经告诉子路 上世当中 他的精神就是在哀 他比那个 陪葬的东西还要重要 什么福贵 什么祭品 这个还要重要 他告诉子路说 祭祀的时候 恭敬成义 比那个祭品还要重要 所以整个儒家 坦白讲 他没有 没有重视凡文儒节 他反而重视的是心态 他反而重视的是动机 儒家才是心法 儒家真的是 文化里面 他非常强调心法 你没有那个心法 你光那个陪葬品 光那个礼数 那都没有用的 谁告诉你 儒家就是在那边 讲什么文周周的 讲那些排场的 访问儒节的 谁告诉你的 你去看礼记 都没有这样说 那你会这样说的 证明只有证明一件事 就是不读书之过也 那这个 讲究的就是 你的礼数当中 讲究的就是诚意 讲究的就是 商长讲究的是哀奇 祭祀的时候 讲究的就是恭敬 诚意 这个才是维持 那个礼的精神 否则 那个礼 在那些做法当中 那个礼的精神 通通不见了 剩下都是表面 但没有什么功效的 那我们校经里面 各代的 那个像李公林 李公林这幅图 就表示说 补挂呢 把他的过世的亲人 放在这个 名山圣水当中 就是找到好的 补齐载造 找到好的地方下葬 那南宋的马河之呢 你看就是去扫墓 去扫墓的地方很好 表示安张在 很好的地方 青山绿水 那元朝的赵孟湖呢 也是表达说 把父母亲安置 在很好的地方 这里面呢 有高山 有松树 这个山景 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来看 这个江老师 他要怎么去表达 第十八章的 商亲章呢 首先看远方的 空蒙的意境 再看这个孝子 正在穿着 吹麻制服 就是代表 他是守伤其间 守伤其间 他远望着 可能就是下葬 他父母亲 下葬之后回来 他还是 死死的去远眺墓地 这个远眺墓地当中 代表他还是在 守伤其间 那一幅 山高水长之图 那山高水长 这个山高代表 父母亲的恩德 非常的高 水长代表 父母亲的恩德 远远流长 那这个孝子 拱手 这个触目远方 这种 已经是一种 虚乏未涕 是一种 哀气之情 不会去重视 他的遗容外表 那他后面的童子 拉着食盒 代表他们可能 今天是不回去的 中午是不回去吃饭的 那童子里面 法际也不太一样 一个是书 一包的 另外一个是书两包的 那孝子的右边 就是一个流水的样子 高山流水的样子 那个瀑流 但是显示的是山高 那远方看着 显示的是水长 代表父母亲的恩德 就是山高水长 那个以前 沈州 明朝四大侠之首的沈州 他怀念他的老师 他也是用山高水长 去表建 用卢山的高 山高 来代表老师的德高 水长 来代表恩德 是很长远的 那整体的气象 就是一个孝子的哀思 那孝子的哀思里面 表真的就是 我们民族文化里面 最重要的品德的根源 就是孝道 那最后总结 总结啊 我要说的就是说 李济谈公篇里面 他曾经说到 我们中国人 真的了不起 他比如说 这个宾客 我客人来我这里 没有地方住 住我家 死的时候呢 结果他家乡没有什么人 好 孔子说 没有什么人 我出面替他买帐 我做他家人 你看这中国人 按照台湾会说 住着人死 没得着人生 意思就是说 家里面给人家死都没关系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信念 而且你真的把商葬祭祀 办好的时候 其实你有很多的福报 那我们这里 我们现在很多都怕 什么不对 什么商葬期间 什么人要 什么生成八字 要冲到谁 谁不准出来 冲到谁 谁要往后看 谁不能面对棺材 胡说八道 真的胡闹一番 你讲这套 你告诉我出自哪一本书 都举不出 举不出你为什么要相信他 可是往往在讲这些一派忽言的时候 学历越高的越相信 好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孟子的 孟子的黎罗篇里面说 养生不足以当大事 送死才足以当大事 换句话说 商葬祭祀 反而是大事 你懂得这样办的时候 你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因为父母亲只会死一次 不会死两次 死一次你都办成这样的 那你可想而知 你在生前 你是什么样的人物 所以孟子在经营那个孟道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种品德的经营 是一种人生的经营 是一种感恩的经营 是一种对父母亲怀念的经营 也是一种风气的经营 也是一种命运的经营 那里面内涯实在太多了 真的你把那个礼记 那个 那个 一只读一只读 你发觉到 味道实在太多了 我们现在人都不会懂 哪里会懂这些 现在人只懂得薪水 要多赚几块钱 多出去享受 多给自己一些的快乐 这才叫做人生 其实那人生 那人生其实是 你追求那个快乐的时候 你发觉它根本不是快乐 你走进去你才知道 像美国有些摇滚乐手 它不断地制造欢乐 可是它后面其实是 在吸食大麻飞 因为它冲进去 发觉它根本不是快乐 所以 曾子才会说 快乐从这里说起 信用从这里说起 人从这里说起 意从这里合乎起 真的 曾子是一个非常有眼力的读书人 难怪他后面的秘密 非常非常棒 康庄大道的命运 就是原来间谛对 间谛只要一对 后面全部对 间谛一错 后面全错 那荀子他怎么说呢 他说 这个 以前 荀子 荀子当然这本书里面 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了 但是他有些话讲得也很好 就是说 你也不能因为人而肺炎 荀子曾经有举个故事 他说姚曾经问顺 他说 你觉得那个人情怎么样 顺说别提了 人情本来就是薄的 你看上 所以要 原来儒家 或者是正法的教育 就是要进一个厚的人情 那顺怎么跟姚说 他说 结了婚以后的人 往往 孝道就会 就会越来越薄了 这是人情 第二个呢 欲望越来越多的人 信用就越来越少 你看那个 在世间追逐欲望的人 你注意看 那个信用程度都不够 说没问题 没问题 问题是一大堆的 所以你看那个 看人的眼力 第三个呢 这个人给他 绝入多的人 这个人忠心 就慢慢不忠了 所以你看那个 霍光 那些 那些很多人 到最后 攻高震主 下一步就想创位 他开始不忠了 所以人情要如何维持厚的人情 懂得观光念恩 懂得吃水果要拜树头 懂得饮水要思源 但是这些 你说懂容易懂吗 他不从孝道出来 他会懂这些吗 他根本不可能懂的 老师也不会这样教 老师自己也没有这种体会 你叫学生有这种见底 也难 这时候你要叫学生改变命 要怎么改 而这一章里面 谈到的是 最后要谈到的是说 儒家的概念就是说 身体 其实是父母身的 这个是不用问 你去问哪个是从石头那边蹦出来的 一定是父母身的 再来 这个身体既然是父母身的 你就不能说是我的 想说是我 你不要把我 好像那个 明明是别人给你的 结果就说是我的 好比说 这个明明是别人 这个东西是别人给你的 但是你一拿到就说是我的 我们很多人就讲我 所以你不要管我 我的自由 可是儒家的概念是说 你是被父母生的 你是被父母养的 你怎么可以说是你的 这身体怎么可以说是你的 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好好的行事 想到父母亲 就像说 人家给你这么大的恩德的时候 你就要替别人着想 你就要替别人着想的当中 如何在生活上去想到别人 如何在品德上去维护父母亲的尊严 如何在行为上去荣耀父母亲 人的快乐要从孝道出发 国家的刑罚要从孝道里面开始做起 这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可是可惜 现在沙姆德都不判死刑 还在那边闹来闹去的 都想不到现在的法律可以 没有办法看到问题的核心 那你说这个法律能够导致人性吗 是不可能的 那以上这一章太重要了 《商账记事》《商亲账事》 还太重要 孟子说他是人生的大事 是孝道的精英 是风气的养成 是民主文化的核心处 是品德的缘起 也是人才的摇篮 也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也是民族延续的缘起 你看这张重不重要 所以整个孝经十八章 真的是难怪人家说 孔子的概念 解在六经 行在孝经 真的 那很高兴 我们用了二十次 根据总科判表 来分章的去做解释 终于用二十次 把孝道各个面向去分析出来 这里面还包括说 三财之道 外王的修学法 以及怎么去推广孝道 孝道要怎么样去感通神明 最后怎么用三章祭司来圆满孝道 我相信这十八章听下来以后 我们会对儒家有个不一样的见解 会对传承会有一个仰望的心态 会延续这样的道统 来作为利益后代子孙最好的宝藏 这是这二十次所讲的大义所在 那不如法的地方 也要请我们现场的老师同学们 还有我们线上的嘉宾 多多原谅 多多执政 谢谢大家 我们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 将在今年的7月27日至31日 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举行第一次的公益讲座 这一次讲座的主题是 创造时代成功在我从论语的高度看了凡视讯 原谅凡先生是我们中国读书人里面最成功的改变命运者 他透过了改变命运的见地改变命运的方法以及改变命运的心态 成功的改变命运将这种经验能够能够注书力说传至于他的子孙 我们这一次更从论语的高度来看他 因为孔子是中国读书人的最佳的典范 孔子不但是改变自己的命运 还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孔子改变命运的见地 改变命运的方法 以及改变命运的心态 在轮运里面有诸多的章节 我们合起起来做一个架构来看了凡视讯 我们从这里面来走出个人的困局 走出对时代的领先 并且庄严时代领先时代 使我们每一个读书人都能够透过这种改变命运的见地 改变命运的方法 改变命运的心态 成功的改变命运 成功的改变家庭的命运 成功的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 这才是时代我们存在最殊胜的价值 嗨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吗 是否常怀疑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在浑浑噩噩的下班放学后 会不会很羡慕有生活目标的人呢 放眼周遭 在功利挂帅的社会里 生命的意义越来越模糊 竞争却越来越激烈 好的工作永远是生多周少 生活的负担更是异常的沉重 身体的疾病好像也提早来报到了 下一代的未来越来越令人担心 第二代的人文聚会将在台北发生 五天只要五天保证让你改头换面 文化复兴的脚步已经悄悄的启动 请问你跟上了吗 想要改变命运先听听孔子怎么说 一场肯定能够带给你惊喜的文化讲座即将开始 欢迎线上报名 网址是2016Licture.centralwonder.com 听课几乎零风险 投资自己稳赚不赔 报名讲座请详阅网页公开说明书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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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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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为了子孙盛 子孙盛 老师好 词曲 李宗盛 父母亲的过世 李宗盛 一定可以告诉他 网统盛 父母亲 父母亲过世了 父母亲过世了 那这样是否合理 词曲 李宗盛 父母亲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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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亲过世 是 谢谢老师 父母亲过世了 然后来帮助我们 父母亲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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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时候 第三个问题是 普通过世了 父母亲过世 父母亲过世了 Annie 父母亲过世了 父母亲过世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对父母亲过世了 所以所以说 就要说 父母亲过世 父母亲过世了 你也不能说 你也不能否定 父母亲过世 我们世了 在假日 我虽然说 我看不看了 帮助人家 对父母亲过世了 对父母亲过世